字幕志愿者 猛力敲車聲 男子好生氣 搭槍駕駛趕快下車 副駕駛把過程PO上網 指控男子暴打車窗 引發網友討論 而這名被指控的陳先生 也秀出監視器澄清 原來連邁的老母親需要送醫 將長照計程車停在巷弄內 沒想到堵住後方來車的去路 老母親全身癱瘓 坐在輪椅上 陳先生認為 剛開始好生好氣 直到女駕駛挑釁她才會生氣 陳先生認了做錯事也道了歉 女駕駛也說不追究 只是發上網疏發情緒 但遇到這種情形實在急不了 下回還是要互相體諒 雙方多點耐心 華新聞就來侯正倫台北新北報導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我是要請問一下 開啟小鈴鐺 楊小鈴鐺 有靠一聲 我一定要看 謝謝你 超級 вопрос